恭喜樊振东 恭喜王曼玉 国际拼联官宣德班士拼赛意外惊喜 国拼两大核心获得了重要的争冠利好 王曼玉 陈梦孙颖沙 马龙王楚清 却遗憾无缘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对于咱们广大的国拼球迷高度关注的德班士拼赛 那么本站士拼赛将会在本月下旬正式的名罗开战 而咱们国拼则是拿出了最高规格的备战姿态 来应对本站比赛 不仅在此之前 在成都组织了长时间的封闭集训 并且提前一周的时间抵达到了南非德班 来进行适应场地的一个备战 能够看出这是我们继休斯敦世拼赛之后 又一次参加这种国际顶级的大赛 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之前 我们参加的又一项 最后一项了算是重要的国际顶级大赛 所以说本站比赛的成绩如何 将直接决定了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的 真金前景如何 我们能否在这一战士拼赛包揽五金 决定了我们在巴黎奥运会 能否包揽五金 所以说本站比赛 吸引了广大球迷的高度关注 那么本站比赛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此前两年之前的休斯敦 我们没有包揽五金 那么所以说这一战比赛 我们希望弥补这样一个遗憾 而同样 说到视频赛 其实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两个单项 无疑就是男单和女单的冠军 上一届视频赛 男单女单冠军 分别是樊振东跟王曼玉 那么这两个队员 目前也是咱们国平男女队 单打的绝对王牌 而在本站比赛 可以说呢 男单有樊振东 马龙王楚清 女单有王曼玉 孙颖莎 陈梦 这几名核心队员 将会为了最终的冠军而战 大家肯定都是强迫了头 希望能够争夺男女单打的冠军 因为拿下了冠军 就意味着自己不仅收获 更大量的世界排名积分 让自己更能够抢占 国平决队的核心位置 让自己抢占巴黎奥运门票 也奠定了基础 所以说本站比赛的冠军归属 将非常有悬念 也非常值得期待 每一个队员 在这个结构眼上 是真正能够打出自己 最强水平 这次健康的姿态 去力拼一张奥运门票的 在这个时候 大家谁都不会松了那口气 所以说在这种巅峰较量中 谁能够下到最后 本站时评赛的男女单打冠军的 韩金亮要比过往连续几战 什么冠军赛 球星挑战赛 什么大满贯 都要更具韩金亮 所以说时评赛上的男女单打冠军 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也能够暗含着 目前进入新的周期 谁是男女单打 真正的世界第一人 而说到这一战比赛 其实咱们刚才点名的 那国平男女队的六个队员 他们都是咱们国平决队的核心 王牌 那么他们之间也将会展开激烈的角逐 角逐明年代表国平 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单打的门票 对吧 其实男女单打各两张门票 而上述这六个人 要争四个门票 那么谁能够去代表国平 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呢 其实今年的 这一次的德班视频赛 谁都惯 谁就勇王能够去 所以说德班视频赛的成绩 非常非常的关键 而上述这几个人呢 整体的水平经验 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其实他们都差不多 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之下 就使得这六个人之间的这种竞争 就非常的激烈 是吧 充满了各种的悬念 那么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之中 其实这六个人 真正谁能够笑到最后 凭借着什么呢 凭借的就是 谁在本战比赛 谁的信念更足 谁的自信心更足 谁就能够在比赛场上 气场更为强大 更为坚定 谁就能够在这种 强强对话中笑到最后 所以说 在本战比赛开打之前 哪些队员能够收获一些 惊喜的利好 让自己的自信心爆棚 谁就能够在本战比赛 而拿下冠军 而就在本战 德班时评赛正式开打之前 对于樊振东跟王满玉来说 也是收到了一个 重大的利好消息 国际拼联也是 官宣了一个重要的喜讯 任命樊振东 跟王满玉二人 将会在18日出席 本次德班时评赛的抽签仪式 担任抽签嘉宾 伴随着这两个人 获得了国际拼联的 唯以重任 意味着他们两个人的自信心 将会得到爆棚 将暗示着两个人 在接下来的德班时评赛场 将会获得更大的 自信心上的加码 让两个人在比赛中 夺冠的欲望 信念更为坚定 让这两个人 无疑在最终 与自己 无论是国品队友的竞争之中 还是与外协会的 高手的竞争之中 都会笑到最后 有望抢占先机 所以说对于樊振东 对于王满玉来说 我们需要提前恭喜 他们两个人 无疑在这一次的 争贯道路上 已经处于灵魄的地步了 而陈梦 孙颖莎 马龙 王楚清等人 则是遗憾的 无缘出席 本次出现一事